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宫姐妹众多 陛下不能总留连臣妾这里 雨露均沾 也是臣妾一直所期盼的 如果有眼泪 可以让朕看见 如果有委屈 可以向臣倾诉 臣妾并无委屈 陛下不来自有陛下的原因 臣妾也好自娱自处 清闲静心 这马烧应使你由心而做 用色暗沉 心中也一定是暗沉无辜 你是朕的妻子 你若难过 不让朕知要谁知 今日种种 臣妾请陛下裁选时早已料到 皇后的责任 朕炎绵后似的期盼 对其他嫔妃的感同身受 也一直不曾忘记 可原来 道理在命 气度在好 也一直不了心中算意 但朕作为你的夫君 朕倒喜欢 看着你为朕吃醋 你要记住 不管今后如何 你在朕心中的地位 永远不变 如今普天之下都在意 因为魏卿遇刺 以伤重而死 只是朕不敢发丧 淮南那边已经整装待发 一切按我们筹算而行 魏卿已经布好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就是承高要道 刘安与衡山王不合 出兵必然绕过衡山王封地 那承高就是必经之路 但承高要道宽阔 刘安不难杀出 所以还有第二道防线 就是小寒 此处身险异常 乃天险所在 臣的密探来报 刘安多番 与小山以东各军国联系 看来刘安是想以小寒作为据点 借兵力于天险突袭长安 魏卿虽然在密室之中 却早已派亲信 驻守小寒礼拜 此地关爱坚固 易守难攻 我军早捉先机 伏兵于此 就可以叫刘安全军覆没 好一个魏卿 此次布阵看四手 实为功 我们就以义代劳 梦中捉鞭 启禀陛下 淮南王留安的始终雷备 跪于卫阳宫外 求见陛下 此人乃留安亲信 此时来长安 千万不要坏朕的大事 陛下 臣雷备急奔长安 只为忠心效力陛下 不能坐视淮南王留安 图谋作反 悖逆无道 特前来禀告 望陛下挥兵征讨 淮南王在封地 一直安分守己 爱民之名远拨 你一个小小的郎中 竟敢以下犯上 若无凭证 便是诽谤亲王 臣并无诽谤 淮南王屯兵已久 伺机而为 早前大将军遇袭被刺 就是淮南王之时 旨在令汉军吴帅 军心不稳哪 你当这是昏军吗 没料到这一切 不会预先埋下伏兵吗 陛下受罪 罪民只是欠案 投名亲切才急于相告 但有一事 陛下恐怕不知 其实刘安早在陛下身边 埋下细作 而那人正是郎中令断红 你是在说我吗 陛下 断红与刘安多次私会 透露陛下政策与布防 让刘安早做防备 斩云 在 拿下 走 陛下 断红背叛陛下 与刘安合谋 我只是坦言相告 为什么要抓我呀 那我也可以坦言相告 我与刘安种种交往 都是受于皇命 何况 你自己不就是备逆君王吗 有何资格指控于我 不错 雷备 今日你可以背叛刘安投靠朕 他人也可能叛逆朕投靠旁人 如此招勤牧主之人 我大汉弃如草吕 更何况拜你所赐 朕的计策功亏一篑 什么 你真以为刘安的阴谋举动 朕不查不知吗 断红叛变是假 魏卿遇刺虽针 受伤却是假 一切只是诱兵之计 我们早已设下埋伏 只等刘安起兵便一举歼命 可你带着刘安的秘密出逃到此 刘安一定会顾忌你的告发 你以为刘安还会出兵吗 雷备 你坏朕大事 军给我死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啊 你去淮南雷备一来 刘安定会按兵不动 而且日后行事会更加谨慎 也有更多时间囤兵勾结 对大汉来说更是心腹大患 如入外敌再亲 刘安有取得机会起兵 我们就会守卫师据 防不胜防啊 目前汉军未及整顿 难以徽军远征淮南 而且刘安外有贤名 又无谋反实据 即使汉军能去 亦是名不正 言不顺 这些朕当然明白 但就算魏卿领兵 都未敢保证能胜过淮南精兵 正因不能立敌 所以只能智取 陈去一方面可以细长 与他合谋的俊和诸侯 朝臣百官 让陛下早做防备 又可以擒制他用兵 让陛下立于不败之地 此机若能成事 固然是上上策 但段大哥你不带一兵一族 万一不能取信于刘安 只身一人 就算你武功再好 又怎可抵挡千军万马 朕实在不想失去必报 雷备既然告发陈与刘安勾结 那陛下将臣降职 已是不信 臣或能博取刘安信任 以臣与刘安几次交往 他是求贤若渴的 以臣之能他不舍地杀我 你可知稍有差错 那可是九死一生 那臣就托陛下壁国 得难一线生机 参见皇后 段大哥 我正想去交房殿向你辞行 经过玉合看到竹灯 相信是你 所以就过来了 我正是在为段大哥 放灯祈福 无凶安息 谢谢妹妹 段大哥忽被贬值 又要远赴淮南 这些人 歌中详情我虽然不能细问 但深信 此去是任重而道远 任虽重 道总远 但能保护长安城中 与威阳宫里的人 也是值得的 段大哥 能否说实话 此去是否凶险极大 有妹妹的主导 哪怕什么凶险 有妹妹的主导 哪怕什么凶险 盼富盼归 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若能遂愿 我也别无他求 段大哥 段大叔的事 子夫定会继续流行 派人继续寻找 但段大哥必须要平安归来 才能父子团聚 是 就算人不在 婚也一定会归来 受我所爱 传天朝特使 中尉段红觐见 中尉段红参见大王 参见王太子 段大人此次前来 非为寻父 也非为叙旧吧 回大王 段红这次 是以特使身份而来 特使 雷备那叛将 向皇上污蔑本王 你是受命来夺我封地 诛我一族的 是不是 段红是来查证一切 而不是要妄作定论 我无以谋反 是被奸人陷害 你信不信 我信不信并不重要 大王重视的 该是我如何回禀 难道你会说淮南忠诚吗 皇上会信吗 所以我并不打算 为长安上报 你是说 你是来偷诚的 不错 恐怕你是假意是好 实为探我虚实吧 好 我被雷备揭发与大王有交情 不管我如何赏 也难在刘彻面前立足 此次情旨出世 只是一心前来投靠大王 大王却如此相待 原来纵使我有忠肝义胆 没用 纵使我已斩雷备 为大王报仇消恨没用 纵使我验访衡山王 祝大王与衡山王兄弟修好 也没用 事到如今 段弘已无路可走 要杀 不用劳烦大王 段弘横剑一抹便可 且慢 你真是来偷诚的 其实刘彻早就猜忌我 魏卿又越来越霸头欺压我 即使没有雷备告发 我也早想投奔大王 你为活命当然说得好听了 但你可是自荐来调查我们 说不定今日走了 回去就向皇帝请功了 我若不自荐 能逃出长安投奔新主吗 大王 我本带了三份大礼 一表忠诚 你还想要吗 段兄弟所说的三份礼 究竟是什么 第一 是一个消息 魏卿根本就没有受伤 难怪探子说雷备入京之后 魏卿迅速康复 寻防练兵如旧 刘彻早已料到 魏卿才敢绝人 用兵如神 外敌尚且为他如鬼魅 大王如要出兵 定会先行刺杀魏卿以乱汉军 所以故意安排魏卿奖伤 让大王轻敌出兵 再派魏卿伏击 所以雷备叛变刘彻估计我 不会发兵 魏卿也不用再办受伤 你竟然拿这个消息做人情 魏卿被刺之时 你分明在场 还护卫着他斩杀刺客呢 正因刘彻不信我 特让魏卿在我面前隐息装死 我以命相护 他却暗穿护抢 根本就不会有事 他们军臣同样狡诈 亏我当他们是兄弟 相比之下 大王更显仁德封上 明军典范 刘彻这个小人 本来就是刻薄寡恩 若说仁德 寡人比得上 刘彻也知道我们不会发兵 所以你这份里 对淮南全无好处 好 我还有第二份 好 大王应该觉得眼熟吧 雷背的剑 剑主正握于月马坡 梁亭旁的黄土下 为背叛大王忏悔 杀得好 我养兵千日又定好黄到吉日 全因为这该死的雷背 都要退到重来 你确实替我泄了心头之恨 可是一个人死对于我而言 最多是解一时之期 意义不是很大呀 看来大王最急于知道的 应该是关于 大王亲帝衡山王的礼物吧 你是说 你能助我与他修好 不错 断红此来 除了是天朝的特使 也是恒山王流刺的密使 别信口胡言了 叔叔与父王向来不合 兄弟细于强 外遇其武 大王一直小心谨慎 迟迟不起兵 不就是怕恒山王黄雀在后吗 其实恒山王的心思与大王一样 他怕大王亲其国土 惶恐难安 那如今他对寡人的怨对恐惧已消除了 早就消弭殆尽了 而且我已说服他与大王合作 只要大王批准 我立刻安排恒山王与大王密会 荒谬 区区一个断红 无财无事 凭什么让他听信于你 寡人也好奇 你到底有何方法来化解本王与弟弟的积怨呢 大王与恒山王兄弟失和 始为心病 奇真异谋 当然治不了 只有我这带住 才可起死为生 速 足以令大王兄弟重归于好 结盟得天下的一斗 速 陛下 淮南送来密报 牛鼻桓 断红保住性命 过了第一关 鼻桓套牛 任人牵扯 这是指他已经成功用机 将刘安套住 想必刘安现在 正被断红的牵绳拉着 一步步进入我们的圈套之中 段大哥果然智勇双决 想不到他仅用一斗速便取信于刘安 这么快就传来好消息 一齿步尚可疯 一斗速尚可冲 兄弟两人不相容 这是当日民间传作的歌谣 速说刘安父亲 与先祖皇帝的故事 当年淮南立王 刘长牧无法记 祖父多烦容忍 他仍不自行 竟然谋反 祖父不忍兄弟相残 把他流放 可他却自杀了 让祖父背上杀亲之罪 所以段大哥再接两王丧父之恨 他们就自以为天生有异 自会同仇 我祖父哀怜他们丧父 不计前线 让他们得地封王 可他们兄弟不懂感恩 反击旧仇 与祺父一样生谋反之心 朕若不将两人拿下 怎对得起 先祖皇帝的在天之灵 如今段大哥 令两王煞雪为盟 化干戈为玉国 淮南王必会中过他 他表面拉拢 暗中却挑拨 定会让两兄弟两败俱伤 至内乱于未发之时 段红办事 朕甚是放心 可惜那西悲隐患依然蠢动 被打败一次 暂且退了 不过一会儿又卷土重来 陛下放心 既然段大哥已在淮南 牵制而往 国内无影 魏京愿请旨出征 让外敌明白 他们每次犯别人 都必打败 好叫他们以后安分手机 好 朕有你二人 何惧内忧外患 今此出征 就让霍去并跟你同去 让外敌知道我大汉多能人 一名少爷 足可叫他们丧待 诺 姨母 好 飘摇校尉获取病 参见皇后 来 获校尉 果真威武不群 当然 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病弱小孩了 有舅父教我骑舍 又有段叔叔教我武功 如今我的骑术 剑术 武艺 无衣不精 你武艺固然高强 可是 毕竟还太年轻 年轻也可以有所作为啊 皇上十六岁已登地位 内斥刚违 外修信目 姨母放心 小小一场战役 获取病应付有余 姨母就是担心 你年少气盛 自负焦躁 皇上虽是十六岁就登基 但她从小 修文习武 熟读治理之法 通晓圣贤之言 所以如今治理天下 行事有理 可你呢 从不读兵书 亦不晓兵法 兵书上写的 大多都是中原作战之法 但我身处大漠荒地 面对的是西域疑人 行军之法本就不同 而且 作战 主要靠的是谋略 若是一味拘泥于兵书兵法 反而失了事实应变之机 说得好像句句在理似的 可是战场上生死相拼 领军者肩负的 不只是胜负荣辱 还有军中上上下下与边疆民众的性命安危 轻浮自大 只会害己害人 姨母啊 我从小就跟舅父初入军营 常听她讲解行军之术 外敌强烈之处 所有的兵法 去兵早已谨记心中 好 何况啊 更有陛下分派的一营精兵 又有舅父领军指挥 去兵 我并非独行 更不能独断 姨母不用担心 看来去兵也不是只凭血气的莽夫 倒像个有勇有魔的将才 只是外敌凶猛善战 在战场上 你一定要戒骄戒躁 去兵遵命 去兵从小多病 多亏姨母悉心照料 如今才有机会上阵杀敌 建功立业 我获取病 一定开宣归来 报答姨母的抚育之恩 平定外敌 固然是姨母所愿 但姨母最期望的 是你可以平安归来 这才是对姨母最大的报答 姨母放心 我与舅父一定平安归来 且带着赫赫战功 姨母就在长安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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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音鸟鸟 如清风回血于山谷之中 造诣不错 多谢陛下赞赏 奴婢奏的 不过都是些小情小趣 哪里比得上陛下 异曲能道天下 你听过朕奏琴 奴婢暂无福分 得闻陛下琴音 但陛下心怀天下 气概山河 所辅琴声 必亦如其人 恢弘壮阔 你聪颖机灵 琴韵妙诀 朕偶然路过 就被吸引过来 然而 细听之下 发觉当中既有悲怨 就似那清风 想越过山谷而不得 让人忍不住谈息 奴婢小小伎俩 陛下 全部都看透了 清风被困 情音如素 难道 你是在以清风自比 奴婢不敢 只是觉得 宫内样样都好 唯独高山流水 知音难寻 知音不见 薄牙绝显 奴婢一路弹奏 心中滋接 不知这宫中 可有人与奴婢共鸣异曲 要找知音也有何难 今夜 我们不论礼法 只论知音 你叫 奴婢江氏 江济 好 我这是做梦吗 是梦吗 不是 这是什么 这是奴婢入宫之前 家人送的十六玉坠 他们特意嘱咐奴婢 临行之前挂在腰间 求得多子多福 朕就成全你一个多子多福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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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得有急事禀报 什么急事 就不能稍后再说吗 皇后说 此事重要 要立刻禀报 是什么事 恭喜陛下 王姬喜得龙翼 王姬喜得龙翼 皇后已经在夜庭照料 正等着陛下过去呢 果然是梦雄有诏 备教 已经准备好了 奴婢 再次恭候陛下回来 有证明 录下 他只有一个皇子 不够啊 为了大汉根基稳固 汉氏定要开支散业 你身为后宫之首 也免候死 是责无旁贷啊 陛下 作为君主 有责任安定民心 臣妾虽身在后宫 可天下之事 并非全无所知 各路诸侯 陛下的兄弟姝伯 各居封地 拥兵自重 历汉以来 诸侯作乱屡见不鲜 若汉氏厚似单薄 陛下只要龙体 烧剑为和 这些不轨之徒 以为有机可乘 就会兴兵作乱 那就是 一次生灵涂炭哪 江山设计为主 望陛下 亲疏才选圣誓誉 恭喜皇后 王姬有喜了 真是太好了 怀上了 终于怀上了 恭喜皇后 来人 即刻禀告皇上 不许耽搁 诺 子夫终不负母后所托 皇上在添血脉 实乃我大汉之福 愿祖宗庇佑 保我汉氏子嗣兴旺 国作绵长 也保佑王姬腹中龙翼 健壮安康 宫中嫔妃同心 事为祭出 愿上天体察皇后苦心 和乐永享 世事如愿 参见陛下 你 知道你一定在此 奔波了一夜 还要来祈求祖先 毕宴我们的孩子 真是有欺如此富 富富何求 好 你们 荒华有命 不失意的 荣宠加身 不忘失责 于平阳侯府 朕与你初时便风华落寞 后带你入宫 种种艰辛 难以言说 只是你德昭后宫 忠感天地 称为天下之母 自始至终 都不争 不险 不漏 你正是如此德行我犯 陛下 臣妾怎可与太皇太后病态 若不像祖母 那看母后又如何 陛下 不要再捉弄臣妾了 两位太后皆是德章天下 子夫妄臣莫及 朕拒绝法子肺腑 当日你何等大度 为了天下设计 妄极苦劝 搬出汉室安危来押朕 枪把朕这夫君推向他人 最初 朕真的不高兴 但如今 朕不得不承认 确实心安不少 多一个孩儿 大汉就稳固一点 而且朕也为你高兴 苍天不负 你终于圆了母后之托 得偿所愿了 看到陛下高兴 臣妾也心安了 那你告诉臣 你高兴吗 能不愧母后 不愧先祖 臣妾当然高兴 能为陛下稳固天下 臣妾更是高兴 深知陛下 事事以子夫为孽 关心子夫的感受 臣妾不只是高兴 那还有什么 无比幸福 这种安心喜乐 足以让子夫以后面对任何事情 都甘之如意 你放心 将来你面对的 只会是福与乐 再也不会有从前种种的委屈 与惊险了 子夫相信 有你这话就好 子夫 明日朕要离宫一趟 离宫 战时紧张 军响调度 各郡响应都是至少关键 朕想亲自了离 陛下亲礼君情 那子夫姚孝法太皇太后与母后 再次闭关 为我们的孩子祈福 有期如此 朕就放心了 死气 别等了 等了这么久 皇上都没有来 不 我一定要等到 皇上说过 会成全我一个多子多福 或许皇上 真的是离宫办事去了 不如我先去打探真确 然后我们再来吧 姜姬这么巧啊 王姬也来散步啊 我自从怀孕之后 皇上牵挂得不得了 逐我定时散步 我岂敢为止啊 这也是 龙胎当然要好好忽悠 要不然也难向皇上交代 姜姬原来又是来弹琴呢 听闻先前你备照侍琴 是不是因为我妹妹 怀孕的急报 坏了你的好梦啊 不过龙胎要紧 皇上自然紧张了 真是对不起姐姐了 对了 还没有恭喜妹妹呢 恭喜王姬喜怀龙子 愿龙子早日平平安安诞下 为大汉开枝散叶 谢谢姐姐 既有姐姐的祝福 我一定平平安安地 生个皇子 有陛下的护佑 当然平安了 不打扰妹妹散步了 我先告辞了 这 姜姬 请留步 这玉珠是你的吧 怎么会掉下来呢 原来是我玉珠上的流苏珠散呢 这玉珠散了不要紧 要是我不小心踩到滑岛了 伤了龙胎 那就是大祸了 真怪我不小心 还好妹妹无事 十六玉珠啊 十六多子 这下玉珠没了 那多子也没了吧 皇上说了 会成全我 我一定能怀上 你就等着 皇后万福 都免礼吧 谢皇后 奴婢已经准备好了 沐浴和摘石 皇后先入那沐浴更衣吧 不急 诺 后宫事务有劳姐姐了 最近一切安好吧 还算如常 就是出了点小意外 将机早前跌倒 伤及宽骨 或会影响将来生育 这阵子大小事情 重非健康 我都一一记在册上 送成了过来 那有劳姐姐陪我去佩殿 我一边看 一边问些详情 诺 皇后驾到 参见皇后 参见皇后 快免礼 皇后 奴婢不争气 没脸见皇后了 你先别着急 有什么事 你尽管跟我说 回皇后 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妹妹这阵子 就是这样病奄奄的 我们都以为 怀孕就是这个样子 方才午膳后 就突然见血 可有传过御医 御医是来了 但也只说她血脉虚 查不出其他原因 只是 再开了安胎的药 岂洪正那间药呢 是奴婢不好 辜负了皇上的错爱 皇后的托付 好 好了 你先别多想了 我以前怀孕的时候 也曾见血 后来 胎儿也保住了 不是吗 你别太担心 把药吃了 看看情况再说 奴婢知道了 怎么这么久啊 腿长石头了是吗 把药拿来 来 慢着 来 启弘 上前来 皇后有何吩咐 明月 你可闻到香味吗 是 好香 皇后 我们都用庄粉 当然满事皆香了 这后宫庄粉 我都是按个人喜好分配 王姬是鹅黄粉 只会有白纸的味道 而你的身上 独有月季花香 非你该有 奴婢该死 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 如雪划过在湖面融化我 寂寞的烟火 忘掉年月 让天空快乐 我 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 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 静静的投影在我的轮廓 也许我让你 心如刀剑 等一刻结果 等一刻结果 我 骨铁飞过沙漠 爱得太执着 爱得太执着 人间的风光 都看过 在领悟曾做过的 是最动人的景色 你 守卫在我心底 直到天地要将我们分离 你的笑脸 比思念还清晰 比流水还彻底 包围我的天地 你 你 守卫在我梦里 我让你点留下 一点痕迹 你的心 你呼吸在心底 你沉默的清晰 出现我的回忆 一切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